衛福部公告取消了医疗机构挂号费调整被查制度 也就是医疗院所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自行的调涨挂号费 对此基陈医师认为万物皆掌这只是迟来的正义 预估至少两成的诊所酝酿调涨 医改会则呼吁卫福部应该跟公平会重新拟定可参考的挂号费范围 原先考量民众就医 医疗门诊挂号费参考范围是150元 急诊300元 如果收取费用超过上限需向卫生局申请备查 不过卫福部3月4日发文公告 取消医疗机构挂号费用备查制度 也就是各医疗院所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自行调整 台中有诊所随机公告 3月18日起调整挂号费台北则是有开业二十多年的诊所都没有调涨过费用 大探各项成本都在涨真的吃不消 如今只是迟来的正义 其实是迟来的正义 林应然预估至少有两全诊所酝酿调高挂号费 医改会核销机会则认为医疗服务不能类比为一般的商业行为 呼吁卫福部应和公平会重新拟定可参考的挂号费范围 尤其这个就医 他可能跟他的忠诚度 距离疾病需求 以及疫病关系等等 多面向都有息息的相关 不能单纯的用市场机制来对待 如果说要由中央统一定一个分区的标准 其实这个会有一些困难在 因为这个地区的医疗水准落差其实是会有点大 卫福部表示重要的是医疗院所必须提早公开揭露调整费用事宜 让民众了解 否则将可以回归医疗法处理 至于医疗机构是否可能会联合涨价 是交由公平会来做处理 记者朱凤之物齐昌陈立峰台北报道